人在世 四方飄 就此根本不重要 誰中法 也重要 誰來渡我 風雨飄 經典粵語歌《望月》出現在 陳奕迅小巨蛋的演唱會上 個人演唱會 唱的卻是另一位歌神 張學友的歌 原來是要紀念自己 出道28年了 今天他在遙遠的 也不是很遙遠 一點點遠的 新加坡舉行 就是我偶像張學友 我希望用我這首 他在99年 嚇到我的那首歌 然後三十年前的今天 我希望 對 人長了 年長了就 想回憶一下 原來2023年7月16號 正是陳奕迅入行 28週年的紀念日 他在1995年7月16號 由香港無線電視台 主辦的第14屆新秀歌唱大賽 打敗楊千華奪得冠軍出道 結束演唱會後 工作人員也準備驚喜 特別拿了28的大氣球給他 祝賀他入行28週年 讓陳奕迅又驚又喜 讓大家嗨翻週末夜 再見莫娜巡慶 歌王陳奕迅可謂青年 站上台北小巨蛋 七場演唱會七萬多張門票瞬間秒殺 15號晚上是第一場 幽默感十足的陳奕迅開啟玩笑 我已經想好了嘛 在這邊開七場 然後他在香港也開七場 算什麼意思 重回台北開唱 一個晚上連唱28首 華語粵語都沒少 只是三個小時的演唱會 歌迷直呼聽不過癮 你放過我嗎 我快五十歲了 今天張學友還在唱 才六十多吧 陳奕迅鬥的台下觀眾哈哈大笑 嘴上說說 但窮粉的歌王依舊帶來多首 安扣曲讓歌迷滿載而歸 接下來還有好幾場演唱會 陳奕迅精心編排 讓粉絲值回票價 三類新聞 我們看著喜歡台北 陳奕迅的報導